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聊一个关于战装的问题 战装的事情呀 我个人的爱好 我喜欢打太极拳 我不喜欢战装 我喜欢哪怕我动得再慢 我动得再慢 我很慢 但是呢 我喜欢 我不喜欢战装 那么不喜欢鬼不喜欢 那么战装其实呢 它跟太极拳不矛盾 只是太极拳的装动了一点 外形上动了 那么在战装相比呢 和战装相比 战装只是外形不动 其实它的内部是在动的 为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累了 快休息休息 调整调整 我夸大的 我不夸大的话 调整的时候也是看不见的 那么现在我们讲 有一个朋友他说战装啊 战了两个小时 战了时间长了以后 是不是对这个放松有没有力 好不好 我在这里的感觉 跟大家说一下 我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战装时间过长的话 他反而会紧张 他反而会紧张 因为你累了嘛 你累了不想战了 你不想战了 你人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喜欢的事情 你就紧张 每个地方就紧张了 但是呢 有的人就坚持站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是时间问题 我感觉战装的时间 不要过长 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往这一站 那么我在这站的时候 那么我只要感觉舒服 很享受这种生活的时候 可以 我当我有一点感觉不享受 我就不站了 我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是合适的 不要应要求 要求自己要站多长多长时间 站装 站多长多长时间 有一个朋友他说 我每天站两个小时装 是不是站两个小时装以后时间长了 会不会对这个放松有影响 你累了当然是有影响 是有影响 当然我们讲站装呢 应该说和太极是一样的 太极拳只是慢动作 你看 这不是一个装吗 过去讲赫强装 你什么这个装那个装 你看 现在我白河亮色就是一个装 只不过我在还动 我动 我动 我动一个点 比如说我太极拳 这个手脚运行的轨迹 轨这一条抛弧线 我手运动的条线 那么这条线上不同的点 我这是一个桩 这是一个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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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点都可以使这个桩 不同的点就是一个桩 我们所太极的太极拳 那它是一个桩 那就是一个桩 就是一个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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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这里面内涵 你一定要深入的理解 就是它的内容和站桩 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 它这个形式改了一个动作 我个人以为的 太极拳 站桩好在哪里 就是站桩 它比如说我这个动作 我能把身心都调整到 松活弹抖的东西能出来 但是它在招式上 没有复习的作用 如果我比如说 海底针是一个桩 那海底针是一个桩 这个桩 我是一个桩 但是我这个复习 我在站桩的同时 还能把这个招 海底针这个招式 把它复习了 把它练了 它一挤两合了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喜欢 站那种时装 那么不喜欢 难道别人的站桩就不好吗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站桩肯定是 肯定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这个朋友还说到一个什么呢 还提到就是说 站桩的时候 一个是时间过长以后 会不会有影响 那么我的答复很明确 时间过长 我不提倡 站桩时间过长 但是呢 我提倡的是什么呢 持之以恒 我每天都站 每天都有站的体会 每天都有站桩的新的体会 十年二十年我不间断 这种场 我支持 我赞成 我不赞成 一天站很长时间 每一天站两个小时 我每一天 哪怕每天只站五分钟 十分钟 只要我每天都站 我就会有每天有新的想法 这是我的各种感觉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后来提出 这个朋友后来提出说 这个站桩 就是是不是 站桩的时候 那里面也是身心舒服 这个讲的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他说呢 这个冯志强 这个名家 也是名家 他说呢 打拳如休息 就像休息 我们说 我们干活很累了 我们先 往内做休息 休息 往内做休息 打拳跟休息是一样的 跟休息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说法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打拳就像休息一样 但是呢 他说这个内心是不是生活的 那当然是 你站桩的时候 你表面上在这不动 但是他那里边是生活的 什么是生活的 你看这个每一块糊涂是开的 开的 他每一块糊涂是动的 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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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 是生活 是放松 而且是 而且是活着 不是那个骨头都假死 不是 而是松开 他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好 我们讲 这个 站桩和 打拳 刚才讲过了 打太一拳 比 站桩 我觉得要好一点 好一点在哪里 就是说 他哄出很多招式 你同时许 练习了很多招式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 他站了 二十年的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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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呢 年龄比我 我略为小 几岁 那么 他 站了二十年的桩 他不打拳 其他东西都不练 当我遇到他和他推手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什么 当他站着不动的时候 他站着不动 他是松活 松活 松活 谈抖的劲 非常好 但是 当你变动了他的知识 你或者是视镜给他立 假装给他立 太极肯定是不能用力 假装给他立 让他变形 他的形状 他因为他站二十年装 他就是这样子 他不变化 当他形状被我改变以后 他一改变形状 这时候 他的那种松活 谈抖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他他不打太极拳 他不是这种东西 他只有那一个固定的知识 但是他这种 我现在全身放松的情况下 我现在这个知识 比如说我是符合太极的原理的 临界点 在激发的临界点 在太极的状态里 在站着的那个松活 谈抖的状态里 可是他不练 他只练战装 站二十年 当我变动他的知识的时候 那么他这时候 就全部都没有了 上下左右 前后的谈抖都没有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不打拳 他只战装 从健身的角度上说 战装 养生健身有好处 那么对积极上 摸索这个全境 全意 也是有好处 但是 他的招式 没有招式 当然 我们也不能不敢否认 这个说有招 无招 胜有招 无招他没有招 也许呢 比有招更胜一筹 这个也是不能 也是不能否认 也是不能否认 因为什么不能否认 因为我个人还没有这个能力来判断 说 有招一定比那个无招力更好 我个人还不能这样判断 但是呢 我只能跟大家说 我的感受 有招 比无招好一点 这里边呢 很可能是我个人的功力 可能还达不到那种 无招 圣无招的状态 还达不到 就是 也许我这一生都达不到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天资啊 每个人的天赋都有差别 还有一点就是名师 这个名师师傅也有差别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根本家里已经瞎不混 就是学一点太极一点 根本就没拜什么名师 那哪懂啥呢 但是呢 民阁辽太极在这里只是实话实说吧 所有真正东西都说起来 没有一点点虚假 和谈特殊 因为我前面都不讲过 死去源自乱世公主 讲也是空 不讲也是空 就是图一个高高兴兴 图一个心里舒服 图一个安慰 心灵上的安慰 哎我对太极拳 现在太极拳都说 假我把真太极拳告诉大家 对这个太极拳 是不是有一点好处 他哪怕有一丝的好处 我也心里舒服 我也心里舒服 就是这种感觉而已 今天我们聊的关于站庄的问题 顺便回答了这个朋友的留言 就是他站庄的时间长会不影响放风 应该站适当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站庄的时间 站庄内部是松脱谈动的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六页就听到 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明天再会 再见